你有想过为什么拥有很多衣服 却老是觉得缺衣服而不断的买衣服 结果又丢衣服吗 你有想过为什么在市场上总是不断的选择 但老是觉得选不到能陪伴你长久的好衣服吗 其实不是你太喜新厌旧 也不是广告让你脑坡太弱 而是你需要了解市场的架构与运作 所以你需要的是一套有系统的架构分类及表格分析 让你在分类及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盲区 你才能在面对广大复杂的市场 找回自己对时尚风格的主导权 不被片面的广告及他人影响 从中改善购买与丢弃的恶性循环 我们非常重视课堂后的讨论互动 不论你是单纯爱买衣服 或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穿着 却不知如何着手 或者你已经是个穿搭高手 都可以加入此课堂一同改变 以及优化自己的衣橱系统 第一堂课首先我们会解说 专业的时尚金字塔架构 让各位学员可以初步了解 在品牌服装市场的商业结构及策略 也了解自己的构衣习惯 接着 同学们将会学到时尚光谱的概念 找出自己对于流行时尚的偏好及价值观 在选择太多的时代里 有细腻的层次剖析在各方面的流行尺度接受范围 你才有机会能精准购买到适合自己且价值观相符的商品 在第二堂课里 我们针对男女装这两大块 教授如何针对服装大类的分类法 以及特殊大类分类 还有特殊商品判断分类法 这些分类方法对之后操作架构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为攸关是否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有逻辑且清楚的衣橱架构 此外 我们会解析品牌在开发新产品时 是怎么架构跟判断出基础款 变化款 及流行款 以及面对市场其他服装品牌商品时 如何在大量的衣服里 判断自己选购的商品在市场上是必备性 商业性及指标性 这六项指标会让你完整了解品牌在开发产品的立场及过程 最后我们归纳出在成衣市场上常见到的面料材质及杀种的认识 面料是服装最重要且宝贵的核心竞争力 让你在选购时更有概念 把钱花在值得购入的好衣服上 第三堂课我们进入了实战课程的前端 开始了解整个架构及表格系统的设计用以及操作方法 另外我们针对男装与女装品牌资料库下足了很大的功夫 在男装的部分我们提供了超过350支品牌 女装的部分则是提供了超过400支品牌作为架构资料库 第四堂课也就是最后一堂课 我们会带领各位实际去解读架构和表格中的数据分析 更重要的就是带你深度了解自己的架构及表格上的数字 要能先精准地解读自己的现况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改变 还有如何持续修正架构及对未来构一的预先排版 让你更能有系统掌握未来构一的需求 只要有心想改变并且有决心持续投入 非常欢迎你加入风格型数学 打造你的衣橱系统这堂独门课程 见证改变的可能 我们课堂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